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各位 各位好 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活动现场 我叫做明达 我们这次参加英零市目资 题目是透过这个马来生居的视讯技术 来协助流浪动物被领养 这一个议题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最近跟很多爱心动物保护协会 他们接触 他们都觉得这个技术对他们来讲是很有帮助 我这边就一一为大家介绍 宠物跟流浪动物的差别在哪里呢 宠物它就是像左边这一只 这一只宠物非常可爱 它是有家有人疼 所以它是好像上了天堂一样 那右边呢 同样是这个黄金猎犬 但是它是流浪动物 这看起来没有人疼 它就好像下了地狱 那我们做这个马来生居呢 是希望说我们用透过我们的视讯技术 可以扮演天使的角色 把每一只流浪动物都可以从地狱里面拉一把拉上来 让它可以找到自己的家 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堂 那我们马来生居是做什么的东西呢 它是一个云端的即时分享技术呢 可以透过手机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iPhone或是Android 或是Windows的应用程式 或是Mac OS X的程式 可以及时地把影像分享给上千名的观众 那这个技术跟大家看到 平常说比如说YouTube 或是其他的YouStream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是可以在一秒之内 把我们现在的影像 分享给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来看 那而且呢 就是它在低频宽 就是网络非常不稳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做网络直播 那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今天刚好有一位这个 花莲流浪动物协会 他们打电话来说 就是希望我们共产师可以 下个礼拜过去 花莲可以帮他安装一下 这个系统 他们觉得这个系统很棒 因为它可以让他们 就是受养的流浪动物 可以很及时 让全台湾各角落的爱心人士 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比网站 跟网站比起来差在哪里 它是动态的 就是跟大家不一样 因为看网站 不晓得这个动物的状况 也不晓得他可能跟我合不合 之类的 但如果我们的影像技术 就是让这些爱心人士 可以找到他 适合他们自己的宠物 那买SSG 这个需要什么硬体 它是不需要特别硬体 用一般的iPhone iPad Android Android PC Mac 就可以了 我们是标榜不需要买任何的硬体 而且呢 它目前是免费的 它在这个App Store App Store App Store 还有Google Play Store 还有在这个微软Windows 可以直接下载 还有Mac OS X 都可以直接下载来安装 这是我们协助湖光动物医院 它是在台北 重庆北路 那这个是他们任养动物的一个橱窗 那我们在这边架设了摄影机 然后协助这些流浪动物可以很快的被领养 那这间医院它做得很不错 它就是流浪动物进来之后 它会帮它做身体检查 检查之后呢 还帮它做结扎的动作 然后呢 它就把它放到这个鼠窗 放到这个鼠窗之后 几乎很快 大概两三天就会被领养走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个动物医院有处理过的 它可能身上的寄生虫啦 各种问题啦 它就比较少 那那个博光东医院的院长也是很好 他就是常常就是帮这些流浪动物来处理 这些疾病啊 还有检查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帮博光东医院架设在室内 室内的一个摄影机 这个是三脚架 那上面这个是iPad Touch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呢 就可以及时的把那个现场影像的转播出去 那在这个小小空间里面 就是我们不求放一些 我们放了两只狗 那比如说 下一张 他们实际上这两只狗呢 在这个室内可以自由的移动 然后 我们一旦有流浪动物啦 或是有其他宠物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MySNG 可以及时看到 这我们志工 就是跟这些狗的互动的情形 OK 那这次呢 我们参加梦想摇栏目资呢 是希望说 透过我们的技术 可以让更多的无声的求救 来被看见 也就是透过我们的技术 可以帮助更多的这个流浪动物 还有就是各个流浪动物协会 那我们目前呢 已经跟全台湾大概29个流浪动物相关协会 有联络 然后有几个协会 目前就在帮助他们 就是架设到系统 那希望就是可以协助他们 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流浪动物协会 像花莲或是其他偏远地区 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个技术 因为可以让他们的曝光率增加很多 OK 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 但是我想最后呢 让大家看一下MySNG的demo 我现在是用这个手机 透过这边Wi-Fi 然后想要把即时的把这个影像分享给大家 那我先把这个画面切到我的手机的画面 好 这是我们MySNG的APP的画面 那各位看到 就是各位 其实现在已经在转播中了 OK 那我们的手机 这个APP呢 它如果各位想要 比较清楚地了解它的功能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就是Instagram Instagram 加上这个Live Video的功能 它就是一个社群的影音 还有相片分享软体 但是加上这个Live Live Video的功能 好那 这基本上呢 我们跟这一般的相机软体一样 它可以有 这个 开启前面闪光灯 或是可以切换 前后的镜头 可能晚餐是少一点 然后 这边还有这个拍照 底下还有一个拍照按钮 那我们在做这个SNG转播的同时呢 它在背后也在录影 所以说 我们SNG的画质 它是640x480 但它录影的画质是4HD的 所以 大家之后呢 如果想要把这个现场影像 可以上台到YouTube 那你就需要从这个 手机的记忆卡里面 把这个Stream拿出来 稍微做点编辑 然后就可以放到这个YouTube上面 比如说像 Mr.6 这个活动 那就可以用我们 买声剧的技术 然后边做Live 转播 然后边把它存到记忆卡 那记忆卡的 视频可以 事后放到YouTube 高画质 那如果各位看到 有比较好看的画面呢 比如说 看到美女在前面 那我们就是可以按照拍照按钮 它就立刻把现在这张照片呢 储存到这个相机的相簿里面 那它怎么做社群 就是分享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按这个右下角 这个分享按钮 可以透过网页 QR Code 电子邮件 脸书 还有Twitter 来做分享 比如说 刚刚相信有几位 就是在场观众已经有试过了 有手机 它可以透过QR码 立刻看到我分享的这个影像 另外呢 我们这个 还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立刻把这个网址寄给 就是想要看到我们Live 转播的朋友 那这个Live转播呢 它的网址很特别 它这前面S就是 它分享的序号 那后面呢 P呢 是Password 那这个分享呢 是属于比较private的分享 也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这个序号跟Password 你是没有办法看到 这些精彩的画面 那这个要怎么用呢 比如说 也许今天Mr.6 他想要做这个 即时的活动 已经转播让 各地的 就是 同学或是 观众可以来 看到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 活动 他可以把这个网址呢 贴到他的粉丝团 或是贴到他的官网 那如果想要做收费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网址是private 所以 可能付了费 用的时候呢 才能够看到这个网址 那这个是一个 很好用的这个 视讯分享的技术 那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脸书 脸书就是可以直接 现在把这个 目前的影像呢 可以贴到Facebook上面 所以我可以 按一下分享 按一下分享 好 那如果现在切到我的脸书的话 它就是会出现在 我脸书的涂鸦牆上面 那除了脸书之外呢 我还有Twitter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页的效果 ok 我现在切到的是 我们手机的浏览器 那这个是我们即时影像的分享 然后它的 非常地即时 大概一秒内 那我们在推出这个服务的时候 其实有做那种线上博弈的 线上博弈的朋友 打电话来说 哇 这个好棒喔 因为他想用Youtetrain来做 但是他说线上博弈开牌的 他会delay二三十秒 他觉得这个 没有办法接受 那看到我们这 哇塞 一秒内 开牌马上看得到 他觉得哇 这个很棒 就是 问我们说 这个要怎么用 那我们就跟他说 这是可以 现在免费使用 可以直接下载这个APP 那除了这个 手机上可以看得到呢 那我们还可以 透过这个 电脑 PC的画面 来看到这个 分享的影像 就是 煮一下 所以 前面 开牌 就是 这 小文字 一 叫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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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如果密語分享序號跟密碼沒有打對的話 是沒有辦法看到我們的分享影像 也許各位觀眾如果在鏡頭前面可以揮揮手 可以實際體驗一下分享的速度 我們在這個月底會推出線上儲存的服務 我們Live分享在線上會儲存7天 如果大家錯過了這個活動 比如說晚上有事情去約會 錯過了這個現場Mr.Six的活動 我們透過這個線上儲存分享的功能 還是可以做回放的動作 如果Mr.Six想要分享比較高畫質影片 他可以在手機這裡存檔 把它download出來再放到YouTube 他就可以分享高畫質影片 這個功能還有做Social功能 也就是說在這個底下 我在底下還可以做留言 然後我們支援很多種做一種系統平台 還可以把這個影像的這個Media Player 內籤到您自己的網站 比如說像這些流浪動物協會 可以內籤在他們網站 他們不會看到說這個是Lida技術 他只會看到說這個有流浪權的分享影片 而且Live 那我這邊可以有一個Demo 就是我們做這個 好,那現在還有57秒 那像這邊呢,我有一個Demo 然後是這個胡光動物醫院 就是現場的Live 那很明顯就是那兩隻小狗 牠處於溜達了 所以牠現在 牠現在沒有在這裡面 不是,這個是那個 牠是Live,沒有錯 那時間在跑 很能想像 我趕快打電話 請牠們把狗放回去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這邊還可以做這種 分享 就是Social啊 大家留言啊 所以大家的留言都很有趣 對啊 就是大家想要養貓啊 比如說 有人說 爸爸我想認養小黑 不管啦 然後就有人吐槽說 小黑又不一定想給你養 這樣子 那我們想要看這個Live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Demo 我們其實做了蠻多的專案 我們公司主要是做機器人方面的技術 那麥神巨是把機器人的技術 就是視覺技術拿出來做社群的分享使用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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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門口的招財貓 對 這個是我們公司門口的招財貓 對 它就是 它是一個Live的影像 這樣子 然後 因為現在下班了 所以就黑黑的 好 照片師 哈哈 對 然後這個 这个表演是非常有趣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Social的 一个Image和Video的分享软件 各位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